在這個影片中呢,我們要幫大家複習一下 國中程度的指數率 還記不記得指數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啊,我們看到一個計算是這樣寫的 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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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然,我們可以呢,知道2乘2是4 4乘2是8,8乘2是16,16乘2是32 所以呢,就可以把它寫成是32 但是問題是呢,當我們在列這個式子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麻煩嗎? 竟然要重複寫5次2乘乘 這個感覺就不是很有效率 那如果我今天要寫10次,寫20次 或者是100次的2乘乘 那這個指不就裝不下了嗎? 所以呢,後來就有這個數學家呢 就把這個東西簡化成一種寫法 就是呢,它等於什麼? 2的5次方 意思就是說把2拿來相乘5次的意思 我們就稱之為以2為底 那5呢,是它的指數 OK,也就是我們後來常常講的這個幾次方 的意思 OK,那這個2的5次方呢 那就是32 而這個5就是我們所謂的指數 那有了這個指數以後呢 當然就會有指數率囉 就是它有什麼樣的一些運算的規律呢 那我們要先講的事情是在國中程度的時候啊 我們的指數呢,只討論到整數而已 我們的指數呢,基本上只討論到整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指數 只討論到整數而已 OK,譬如說呢 第一個我們要討論的是 指數率的部分有a的m次方 乘上a的n次方呢 會等於a的m加n次方 什麼意思? 不會很困難想像 我們寫寫看 如果今天2的3次方乘以2的4次方 那不是就等於三個2相乘 然後呢 這邊是三個嘛,對不對 在乘上呢 四個2相乘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是三個2 這邊是四個2 加起來是不是七個2 所以呢 按照原本的定義的話 這就會是以2為底 指數是7 那2的7次方不是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2的3加4次方 OK,所以呢 第一個式子是這樣子來的 那同樣的呢 如果我們今天把整個東西 倒過來看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另外一個規則 就是a的m次方 去除以a的n次方 會等於a倍的 原本兩數相除的話 就變成指數是相減囉 那也不會很難想像 你看看如果今天是這個2的4次方 去除以2的3次方的時候呢 這邊是2乘2乘2乘2 再去除以呢 3個2,2乘2乘2乘2 然後3個跟3個消掉 所以剩下一個 是不是2的1次方 剛剛就是2的4減3次方 對不對 OK,所以呢 這第一個跟第二個都沒有問題 幫大家複習一下 再來呢 常見的指數率是什麼呢 就是包括了 a的m次方 再括號的n次方呢 是等於 a的m次方 乘以n次方 這個不會很難想像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不要再用2當底數好了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呢 5的平方 再3次方 那我們不會就是5乘以5 這是一個嘛 然後呢 再乘以5乘以5 然後呢 再乘以5乘以5 有沒有 這個5乘以5 就是5的平方 然後再3次方 就是把這個東西拿來乘3次 的結果 不是就是有6個5在相乘嗎 所以就是5的6次方 也就是5的2乘3次方 所以也沒有問題 第三個點呢 也OK 那第四個點是什麼呢 如果今天 a的m次方乘上b的m次方的話 會等於a乘上b 括號的m次方 這個也不難理解 為什麼 你看一下 如果是2的3次方乘上5的3次方的時候 那我們不是可以寫乘這個什麼呢 可以寫乘2乘2乘2 然後呢 再乘上5乘5乘5 那同樣的呢 我們把2跟5配對一下 2乘2乘5乘2乘5乘2乘5 然後呢 我們把它框起來 這邊不就變成10乘10乘10了嗎 所以它就會等於 等於 我們寫在這裡 等於2乘5 括號的3次方 也就是 這兩個呢 是互相可以相等的 這個也沒有問題 那再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說是 這個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a除以b括號的n次方的時候呢 它也是一樣 會等於a的n次方去除以b的n次方 不會很難理解 我們馬上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比如說 3除以2 括號的3次方好了 這應該不會很困難 所以就變成 3分之2乘以3 2分之3乘以2分之3 所以下面 不是乘在一起 就變成2的3次方 分之什麼 3的3次方嗎 這個也應該是 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好 那最後最後呢 第六第七點呢 是整個 基本的指數率當中 最重要的兩個 就是說呢 若底數a是不等於0的話 那麼呢 任何東西的0次方 會是等於1 為什麼呢 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哦 我們舉個例子 8的0次方 是不是等於 可以說是8的什麼 2減2次方 對不對 8的平 8的2減2次方 按照這個 我們可以倒回來看 就意思是什麼 就是8的平方 去除以8的平方 也就是64除以64 那不是就是等於1嗎 OK 所以任何數的0次方 都可以想像成呢 他用這個 第二個式子呢 去推論出 他會是等於1 那這個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 底數不可以等於0了 因為呢 如果你要想辦法去定義 0的0次方的時候 你想想看哦 好 那我們這樣就變成什麼 0的比如說平方 去除以0的平方 可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是什麼啊 除以0的平方 沒有辦法寫出來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有很大很大的問題 沒有辦法再衍生下去 所以請大家要很小心 如果你今天要寫一個數字的0次方的時候 那麼他的底數絕對絕對 不可以等於0 OK 那最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一個小小的一個點呢 就是 第七點 第七點的內容 就是說 a的負n次方 等於 a的n次方 分之1 你說學長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你想想看 如果是2的負3次方好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像成是 2的0次方 減3次方 所以依照也是我們第二個定律的話 2的0次方 減掉3次方 不是就是2的0次方 去除以2的3次方嗎 那我們從第六點又知道 0次方 任何數的0次方 之外都是1 然後呢 再下來就是2的3次方了 所以你這裡時候就發現2的負3次方 就是等於2的3次方 分之1 OK 這七個呢 就是基本的這個指數率 但是再次提醒大家 目前為止我們使用指數率呢 只用在這個m跟n呢 是這個所謂整數的狀態的時候 那但是到了高中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擴充它 那這是我們下個影片的內容